新竹有一位女家教在98年的时候呢 她受过照顾一位这个国中生啊 但是国中生他们家呢 热水器装在阳台上面又通风不凉 使得住在阳台旁边卧室的这个国中男生呢 一氧化碳中毒身亡了 这起意外新竹地方法院判决 这位女老师被判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眼泪擦了又擦 不敢相信儿子就这么已睡不起 没有每天啊 这些礼拜五晚上 为什么没有愿意呢 愿意啊 98年这位妈妈将儿子交给家教老师照顾 没想到因为阳台通风不凉 加上热水器的位置就紧邻男孩房间 导致一氧化碳直接灌进去 被发现时男孩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早上早上发现小孩子开房间的窗子 然后后来要再起来查看的时候 已经爬不起来了 家教老师的疏忽 让年轻的生命就这么走掉 新竹地院现在依照过失自死罪 判决女老师六个月的有期徒刑 缓刑三年 但事隔了三年 再度回到案发现场 原本的遮雨棚还在 窗台上堆满了杂物 造成南韩死亡的热水器 现在改善了吗 应该我在想起应该是解决的吧 小小的阳台紧开了两扇窗 虽然有加装抽风机 通风设备也已经改善 但造成的伤害已经无妨挽回 中天新闻和梦谦刘哲君 新竹采访报道